首相安华领导的昌明政府执政将近两年 但是有将近六成的华裔和印裔青年 感觉受到歧视 情况比去年更加严重 莫迪卡民调中心今天发布了2024年青年民调 结果显示58%的华裔和印裔受访者认为 他们的族群面临不公平待遇 去年的调查显示 43%的华印裔受访者感到受到委屈 今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8% 民调还指出歧视感主要来自政府的不公平对待 许多华印裔青年受访表示 他们的族群在国内经常感受到歧视 莫迪卡民调中心这次共访问了1605名18至30岁的青年 其中无意占本了57 华裔21% 印裔7% 其余为其他族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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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启e是什么 我来自拍照的情况下